欢迎收看本节目 文顿送到了开拓者 虽然他们连续引进武德和考星斯补强内线 但无小阵容引以为傲的侧翼防守已经全面崩塌了 目前市场上唯一能够填补火箭队功能空缺的球星 无疑当属攻防俱佳的巴图姆 不过后者却自有一番考虑休斯顿时飞他的理想归宿 一同样是底星签约 快船更有夺怪希望 从火箭和快船各自的薪资情况来看 他们想要得到巴图姆 大概率只会给出一份底星合同 而同样是一份底星 快船显然比火箭更有夺冠的希望 一方面前者的对内矛盾虽然得到了平息 但他们的账面阵容还有很大不足 即便巴图姆加入 也难以大幅度提升球队的硬实力 另一方面 伦纳德和乔治都是攻防一体的球星 比起重工亲手的哈登和威少自然 看起来靠谱得多 巴图姆作为一名老将 自然会在众多追求者之中 挑选一个综合能力最强的合作者 二 巴图姆是发挥余热的 而不是擦屁股的作为一名32岁的老将 巴图姆上赛季场 军上场23.1分钟 得到3.6分 4.5篮板3.1助攻 投篮和三分命中率分别只有34.6%和28.6% 他早就不是巅峰时期的法国皮棚 如今被黄锋裁掉 先不说油箱里还有多少油 光同责任承担能力来看 他还是有自知知名的 火箭确实可以给予巴图姆足够的发挥空间 以及很高的战术地位 但有权就有责 如果火箭新赛季战绩不佳 或者哈登和威少仍旧防守不给力 那么巴图姆就会成为擦屁股的那个人 而在快船坐伦纳德和乔治身后的辅助者 对于他这个年龄的球员来讲更能发挥娱乐 所以可以看出来 NBA虽然是一个竞技体育联盟 但同时也是一个充满商业性和职场心理的组织机构 与其做一个孤独的奋斗者 不如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享受更美丽的风景 那么或许有人又会问 为什么巴图姆不加入胡人呢 因为胡人现在兵强马壮 真的不需要再养一个断崖式下滑的封线老将了 他们封线上也有大量的人才功过于求 即便巴图姆对冠军戒指有着很强的渴望 也不至于牺牲自己的尊严 落下一个暮年抱大腿夺冠的名声 三侧翼合为詹姆斯 快船在天真冠砝马 既然巴图姆难以加入胡人 那么就意味着他必须要和胡人为敌 站在联盟第一人詹姆斯的对立面 快船引进他之后 侧翼位置上已经囤积了多位全能型摇摆人 这个阵容可谓是针对勒布朗量身定做的 当伦纳德、乔治和巴图姆上演车轮战 胡人确实会遭遇很大的麻烦 客观上说 虽然胡人是一支内外双核球队 但戴维斯并不能作为进攻发起者来使用 失去了龙多之后 詹姆斯是体系中唯一靠谱的指挥者 无论是小家还是施罗德 在传球组织方面都属于半岛出家 只要快船全力掐住老詹这点 胡人的豪华阵容理论上就难以运转起来 上赛季常规赛的四场洛杉矶得比 胡人和快船战成了二制二平 但纵观比赛场面 后者依然占据了一定优势 伦纳德确实是詹姆斯始终难以彻底跨过的星魔 如今他们还签下了攻防更加均衡的内线伊巴卡 纵然阵容的搭配并不完美 也足以合乎人形成对峙知识了 当然巴图姆毕竟只是一名不得志的老将 他能否在快船打出生涯第二春 还有待时间的验证 但可以肯定的是 由于的他加盟 洛杉矶得比2.0 必然会比上赛季更加精彩激烈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订阅收藏不迷路